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 我的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 我是尹克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 今天我们来聊聊暴风影音的冯心 其实暴风影音在中国古坛是创造的一个神话 那么多天那么多个展厅 突然之间一个暴风影音的爆发导致了 暴风影音的冯心掌握了那么多的财富 完成了个人的积累 让众多互联网的创业者献煞旁人 怎么说呢 其实创业企业的这种标杆式性人物 阿里巴巴大家会想到马云 京东我们会想到刘强东等等 那么暴风影音我们想到了冯心 冯心如何创业我今天不说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他如何倒台 如何垮台 如何把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其实我就是外界有很多的这种说法 说那个雷军告诉那个冯心 那那个你有什么什么问题 不尊重资本啊 是吧 不懂得感恩啊什么 这些都都是那个中共洗脑的 我我其实就告诉大家 我去我了解冯心的创业 暴风影音的这个倒闭 我认为就是几个字 叫做不遵守法律 其实国内确实 在国内啊 创业也好 在做管理也好 在做企业也好 三个字 利器重 就是一个人啊 你在那种中国 中国大陆的这种环境下 你的利器是很重的 因为国内的那一套 企业的经营理念 跟海外的经营理念不同 我实在想不到啊 冯心拿了那个52个亿 去收购了MPS 他竟然连一个同业竞争的协议 都没有钱 就禁止原来的创始人啊 就进入啊 那个再次回到这个 这个行业创业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钱 那么他花52个亿 去收购的那个MPS啊 等于说就是一个空壳 这是其 其二 利率之婚 就说无限经济追责 这个其实是要命的 我见过众多的这个对赌协议 但是从来没有去看到过任何一个创始人 去签署 无限连带责任 什么叫无限连带责任呢 就是企业全部的财产不足以偿还 到其的债务的时候 投资人应以个人的全部资产用于偿还 实际上就是将企业的责任和投资人的责任 我见过众多的人 创业 我也看过众多 我也看过众多的这种投资协议 包括我可能我现在我自己写的投资协议也是一把好手 但是我从来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再小的创业者会去签署 无限责任 我也没有去看过任何一个海外收购会不签署同行 竞业协议 这种都显示出逢新法律意识的淡薄 就是你在中国大陆的那套游戏规则玩意了 你跟雷军啊 你跟那个蔡文胜啊 这些人一起在玩 把中国老百姓都当成傻瓜玩 那么到了西方民主国家 如果你没有一点法律意识 那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所以我们看着冯兴高楼起 也看着他导向 这个时候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人 就应该有一个城市 城市什么呢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更 更 那个快捷更适应这个地球村 我们不能在在中共极权统治的这一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的那一套 来对待海外所有的这些西方民主国家 虽然我们在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的法治是健全的法治 而不是资本的法治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 有一个法治 第一个叫共产党的法治 就共产党说你对 你错也对 共产党说你不对 你对也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金钱的法治 谁有钱 谁在玩弄中国大陆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法治 所以冯兴的倒下 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拭目以待 好 感谢观众收看 Wolf Media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谢谢观众收看